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主要研究一下这个菲利浦灯是怎样控制的 首先我们看,在我们插上电源的时候 这个电源是这样一个适配器 我们插上电源以后呢 它这个台灯上面的这三个触摸键 包括这个中间都是能够点亮的 这证明这个灯是在待机状态 那么这个呢,是它的夜晚模式 我们按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灯光是很柔和的 它是一个暖色调的光 并且呢,我们触摸其他的部位 比如这个蓝色部位,它就是冷色调 我们看,它变成这个白光 但是这个亮度呢,还是跟我们刚才 这个暖色调,这个亮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只能够调它的色调 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改变它的亮度 而中间这个模式呢,是一个电脑模式 我们点一下以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亮度呢,变亮了 并且呢,它也是这种暖色调的光 然后我们点这个,改变它的色调 我们可以改变成白光 但是这个亮度是同样的 这时我们再点这个学习用的这个光 也就是这个模式 我们点一下,我们会发现光很亮 这时呢,它是一个纯白光 当然我们点这个色调的键子呢 它也能够变成这个暖色调的 但是呢,它同样 这个亮度是很亮的 并且呢,我们长按这个中间 它是会熄灭的 也就是说,可以做开关 另外呢,我们再长按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呢 它能够储存刚才我们选择的模式 并且呢,这个亮度呢,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的可以去选择这个夜光 它还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关了,可以熄灭 同样我们再打开,还是能够点亮的 而且亮度不变,我们把适配器拔掉 这时熄灭了 我们再插上适配器 我们看,它是一个待机模式 同样我们按中间的键子呢 是刚才的模式 这样呢,就能够改变 另外呢,我们发现这个上边 还有一个夜灯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关了 我们开这个按键 上面呢,这个夜灯呢 也是能够点亮的 这个是一个微动开关 它有三档调节 这样是最暗的 这是我们可以点强光 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这个灯呢,是熄灭的 我们在电脑的时候 电脑模式的时候 这两个灯是一起亮的 然后我们在按夜灯模式的时候 这两个灯也是同时亮的 同时呢,我们还在相应的模式呢 可以把这个灯调它的亮度 但是不能够关闭 这就是它的模式了 那么下面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是怎样控制这个亮度的 也就是说,怎样控制这几个灯的 好,把它打开了 我们知道 这个面板上有触摸按键 然后通过触摸按键呢 来控制这个触摸芯片 这个触摸芯片呢 虽然被打磨掉了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功能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片机 它可以储存我们触摸按键 所选择的模式以及亮度 并且呢,输出不同的占控笔 通过我们这个导线 来送到我们这个功率电路 这个功率电路呢 有三个控制电路 有两个呢 就是这个和这个呢 就是TTP932 这个横流源芯片 另外呢,这个位置中间有一个小的三级管 应该是像Y1之类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小功率的 这个小管呢 控制的是我们这个小夜灯 刚才我们看这个按键 也就是我们下边这个微动开关 来控制的这个小夜灯 通过这个小夜灯 调不同的占控笔 来控制小夜灯的亮度 是通过这个三级管来控制的 这个三级管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与灯珠之间 串了两个并联的 68欧的电阻 也就是32欧 所以呢 它的占控笔呢 分别是19% 50% 100% 这样呢 就能够控制我们小夜灯的亮面 由于 我们的主灯呢 它的亮度是很亮的 所以呢 它用了TTP932 这个芯片 一共是一个两个芯片 这两个芯片呢 通过控制它的三角 输入不同的占控笔呢 就能够输出不同的亮度 它的一角是输入 也就是12伏输入 我们这个电路呢 也是12伏输入 中间就串了两个并联的 68欧电阻 也就是给我们小夜灯 供电的电路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呢 是 TTP932 我们再看这边 这边呢 是通过两个导线输入进来12伏 然后通过这个7805 输出一个5伏 给我们这端的触摸芯片来供电 然后呢 这个12伏呢 就给我们这个 TTP932 和这个TTP932来供电 这个呢 是三级管 是控制小夜灯的 那么我们用试播器量一下 它不同模式 具体的占控比 好 我们首先测量一下 这个台灯 在学习模式下 给我们的白色灯珠 供的占控比 我们测量 是99.5% 我们可以把它的幅度放大一些 好 我把幅度调了一下 我们再测量一遍 学习模式 白色灯 99.6% 然后呢 我们给它换成暖色调 也是学习模式 暖色调 然后我们测量一下 它的占控比 这个白色灯 现在是有占控比的 27.3% 而我们这个黄色的灯呢 它的占控比呢 就变成了 91.4% 也就是说 黄灯和白灯 是一起亮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电脑模式 电脑模式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 它是暖色调的灯 那么我们看一下 暖色调的灯 这端的占控比 31.6% 而白色灯 而白色灯 这端呢 是26% 也就是说 白色灯和暖色调灯 同时亮的 那么我们给它调成 夜间模式 夜间模式 我们测量一下 这个暖色调灯的 占控比是 29.2% 然后呢 这个白色灯呢 白色灯是不亮的 我们这个小夜灯呢 它是最小的 是8.2% 那么我们调一下 小夜灯 我们看 这是小夜灯的第二档 我们量它的 三级电阻上 现在呢 近似于这个方波 是50% 然后我们再 按一下 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 这个小夜灯 它最亮的时候 它的占控比 100% 这就是它的控制模式 也就是说 它的控制方式 这些芯片呢 我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因为大家可以查资料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